1944年,衡阳会战打响,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让日军死伤7万余人。 这一年,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各地取得极大进展,让日本政府惶恐不安,美军在太平洋的逐步推进,让日本海军损失惨重。 此外,我国各地修建机场,让美军的重型轰炸机能够直达日本本土,身为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在国内备受谴责。 为了挽救这一局面,日本再次对我国内陆发起进攻,打通路上交通的同时,摧毁这些能够威胁日本本土的机场。 而衡阳保卫战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响,国民党以17000人死守衡阳四十余天,战况极其惨烈,那么这场大战又是怎样展开的呢? 在视频开始之前,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。 自从日本把战线拉到太平洋后,就深感兵力的不足,我国军民合力抗战,让日本不得不把一半以上的部队放在我国战场之上。 导致日军在东南亚甚至太平洋一直占据不了优势,东条英机想要从中国抽调兵力支援各个战场。 然而,清华日军已然是强弩之末,想要把兵力运走,就要打通中国到东南亚的路线,需要大量的战争支援支持。 为此,日本军部有不少人反对这个计划,让要东条英机自杀谢罪,东条英机顶着压力强行推行这一计划。 很快,清华日军就有了行动,其规模之大,让世界震动,日军沿着交通线发起进攻,很快就攻占了大片地区。 衡阳也被暴露在日军的视线之下,而这也是日军战略目标之一,只要能占据衡阳,东南一带就彻底被日军包围。 而在东南修建的飞机场就没有用处,日本的本土就能宣告安全,同时衡阳的矿产资源也是日军觊觎的目标。 为此,日军集结的兵力达到了十万之重,而衡阳的守军只有一个军,全军也只有一万多人。 在此之前,日军已经攻占了长沙,国民党部队溃败,导致能够增援衡阳的部队极其稀少。 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比,加上之前国民党部队的溃败,日军指挥官认为衡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。 但他不知道的是,守卫衡阳的将士将在之后给日军沉重的打击,驻守衡阳的军长名为方先爵,也因此战一战成名。 当时衡阳处于第九战区,战区司令为抗日名将薛岳,蒋介石为了保住衡阳,让薛岳不惜代价,一定要挡住日军继续向南的步伐。 然而,第九战区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,因为长沙的尸首,国民党的各个部队陷入混乱,根本无力收拢部队进行下一步的安排。 清华日军抓住这个窗口期,大军火速犯衡阳境,等到薛岳摸清战场形势的时候,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阻击时间。 日军急行军并开始渡江,美军战机立即从衡阳机场起飞,对渡河的日军进行空中拦截,日军损失惨重,但还是顶着巨大的伤亡渡河。 国民党部队来不及堵住日军,就被日军攻占了衡阳机场,自此,衡阳一带的制空权被清华日军控制。 那么,日军下一步又是怎样做的呢? 1944年,衡阳会战打响,日军以优势兵力进攻,反遭到惨烈伤亡。 日军侵占衡阳机场之后,空中地上的优势都极大,为什么还是被衡阳挡了整整一个月呢? 衡阳机场失守的消息传出时,国民党很多人都认为衡阳很快就要失守,日本天皇则是亲自嘉奖日军部队。 其余,清华日军快速进军,薛悦布置的多次拦截行动都以失败告终,为此他改变战略,主动对包围衡阳的日军发起进攻。 然而这些部队还没来得及发起进攻,就被日军击溃,救援衡阳的行动宣告失败,短时间内,薛悦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反击。 换言之,衡阳如今就只能靠芳心爵自己,清华日军在攻击国民党支援部队的同时,就对衡阳城发动了进攻。 6月28日,日军第一次对衡阳城发起进攻,日军所投入的部队有两个士团,分两个方向对衡阳发动攻击。 并且,日军利用占据的衡阳机场,对衡阳城的攻势进行地毯式轰炸,日军指挥官都狂妄地认为,这样的火力下,衡阳城守军军心必定涣散。 所以,两个士团一上来就拿出最强的火力,然而方先爵带领的第十军也是一支善战部队,在之前的长沙保卫战中就有了他们的身影。 方先爵利用衡阳西南的高地地形,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极其坚固的堡垒阵地, 日军的轰炸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。 当日军抵达这里时,立即遭到了强烈的火力反击,日军久攻不下,死伤惨重,气急败坏的日军运来重炮,架上飞机。 又对阵地进行狂轰滥炸,日军炮击停止后,国民党阵地上已经是狼藉一片,日军见状再次发起进攻,结果再次遭到国民党守军的反击。 基于立功的日本指挥官多次指挥日军发起进攻,结果却是一次次失败,其中一名日本师团长其中跑到了前线。 原本是打算激励前线的日军,然而抵达前线不久就被迫击炮击中,这名师团长命大没有当场死亡,后来在运往后方的飞机上不止身亡,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 师团长的阵亡让日军士气大跌,无力再一次发起进攻,国民党守军得到了休整的机会。 然而方先爵的部队也受伤惨重,多数攻势都被日军炮火摧毁,很多阵地上将士实不存一。 方先爵来不及悲伤,虽然他不知道日军为何停止进攻,但这却是他们休整的好时机,方先爵翻修攻势,整合部队再次坚守在阵地之上。 第二天凌晨,日军利用炮火优势,对国民党阵地倾泻弹药,这一次,方先爵又是如何应对呢? 1944年,衡阳会战打响,顽强抗敌四十余天,东条英机因此下台。 日军进攻的兵力是国民党数倍之多,还有着空中炮火优势,日军为何没能快速拿下衡阳呢? 日军士团长被炸中伤后,其余日军在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发起进攻,然而结果依旧是失败, 日军迟迟拿不下国民党的阵地。 同时,另一个方向的日军也不顺利,日军利用夜色发起偷袭,也被方先爵识破,两支日军部队都损失惨重。 战报被日军一步步上报,东条英机再次被其他官员质疑,他只能对清华日军施加压力,务必拿下衡阳城。 面对处处不如自己的方先爵,日军高层根本不理解为何打不下衡阳,只是认为前线日军进攻不努力。 压力从日本高层一步步传递,到日军前线指挥官时,每个人脸上都没有了笑容,多天的攻击下来,日军没有讨到半分便宜。 日本指挥部直接派人下来督战,加上日军的精神洗脑,这一次,日军终于把战线推进两公里,然而再也不能前进半步。 无数日军尸体堆积起来,日军只能击中烧毁,而方先爵领导的部队情况也不妙,武器弹药越打越少,医疗物资严重不足。 好在全军士气依旧高涨,没人当逃兵,多数部队都已经与日军拼上了刺刀,方先爵临危不惧,依旧指挥着部队进行防守。 数日之间,日军部队损失惨重,不得不停止攻击,从后方补充兵力,日军快速占据衡阳城的计划破灭。 经过一周的时间,日军重整部队于7月11日再次发起进攻,依旧是炮火先行,并破坏方先爵的通讯工具,以至于方先爵只能依靠传令兵传达指令。 然而,这次日军依旧没能拿下衡阳,但凭借着日军部队得以补充,日军进攻部队如潮水般涌来。 方先爵指挥部队一次次击退,日军数天的进攻再次失败,在外围的薛越也多次组织兵力救援,但始终不能击退日军。 蒋介石只能利用飞机往衡阳空投物资,继续支持方先爵继续抵抗。 衡阳迟迟不能攻克,东条英机再也无力反驳,在多数日本人的指责下,东条英机主动选择了辞职,然而对衡阳的进攻仍在继续。 负责指挥日军攻占衡阳的指挥官,衡山勇也备受指责,负责工程部队还是被称为精锐的甲种师团,这让他感到十分恼怒。 8月2日,衡山勇再次集结部队,这次无论是火力还是兵力,都是日军最为精锐的存在。 他亲自抵达前线,底下的四个师团长也跟在身后,大有一副战败就自杀的样子。 这次炮火比前两次更加猛烈,方先爵的部队也已经到了极限,但依旧没有一人选择退缩,死也要多拉几个日本人成了守城战士一致的想法。 不久,日军发起全面进攻,方先爵再次抵抗数个日夜,几天后,所有阵地都被日军攻陷,再无抵抗的可能。 方先爵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,他对日军提出谈判,可以让出衡阳城,但要保全剩余的两千名士兵,日军救治国民党伤员。 日军对方先爵已经有了敬佩之意,对于方先爵的要求全部答应,就此历时四十多天的衡阳会战就此结束,日军进驻衡阳。 方先爵部队伤亡一万五千人,反观日军伤亡近七千人,为保全将士生命,方先爵舍弃了自己的尊严,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都是抗击日军的英雄。